而业人肖敬腾遭到颇粪这个事件 涉案的日籍女富商Yuki不断在微博po文 讽刺台湾人是吃了太多黑心 商品是非不分 一下子有语带暗示 要肖敬腾跟经纪人小心生命安全 命令这种几乎是恐吓的语言威胁 经纪公司以约翰兰农遭疯狂粉丝相杀 这个案件为例 要求委请律师申请保护令 也写搜证准备要提告了 专系上场和年轻学生同台斗球 不受会晤攻击事件影响 肖敬腾说自己一切都好 我心情一直都很好 我一直都很开心 我持续做我的工作 我持续做我该做的事情 而面对涉案的Yuki又在微博上po文攻击 先是痛批说要等着看无知的台湾人 还有什么话说 又对肖敬腾放话 说爸爸已经知道所有的事件 要转告祝你好运 甚至宇戴暗示对老肖出生于1973年的经纪人说 出生于这一年的人当心连命也没有 嚣张行径几乎就是公然恐吓 你的威胁肖敬腾神色自若 但坐在场边的肖爸爸担心宝贝儿子还是要亲自陪同 经纪人坦诚确实担忧肖敬腾的安危 甚至以约翰兰农遭疯狂粉丝枪杀来做比喻 而虽然Yuki网路开炮之后又不愿回应 但经纪公司也强调已经把相关恐吓的言行搜正 绝对会告到底要为老肖讨回公道 记者陆军明 胡佳珍 新美食三红报道